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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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谁错吧 人分那倾索 所周很远的你我 情归何处是爱的漩涡 思念在时光穿梭 那场鲜烂烟花 想说的话太多 花断下是个愿望带我入梦 一束镂孔月子 银烟花开红尘遍避留遗憾 曾舍得曾落实的 图是一波波折 狂傲的形容剧成花 只有为他不舍 一世尘埃的承诺 放下 我猜头他心愿 轻易转 向前恳望 骄傲一生 心中躲破 君花作 轻易缠缠 啊 那场鲜烂 眼光 想说的话太多 花断下 时刻 陪我 带我 入梦 空穴 一波波折 狂傲的形容剧成 狂愿 只有为他不舍 一世尘埃的承诺 公众 云鹤大侠 你 真的来了 挺 谁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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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你喝酒了 我要不喝点酒 怎么好意思来见 踏平江湖不平式的花大侠呢 原来是酒壮松人打 可惜我真不欢迎松人 撒手 那可不行 我还没有听到花大侠 昨日寻杀仗义的英雄事迹 好啊 想听是吧 那我让你听个够 那几个废徒啊 可个个都是武功盖世 身体轻壮 小霞市一瞬间 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最小 但是 在关键时 在关键时刻 原和大侠 咻 一瞬一瞬 三下五出二击 击撤了敌人 小霞市 终于化险为夷 厉害了啊 其实呢 有人也问我 这小霞市 原后不多找几个帮手啊 这事儿说来荒唐啊 小霞市其实在无奈之下 也找过一个大名鼎鼎的海上 枭雄 只可惜这个枭雄 并无半点狭义心肠 是 见小霞市心急 便漫天要加克一挑难 小霞市 不想受邀请 又想救姑娘 没办法 只好只身犯险了 就什么人呢这是 善门就是个窝囊废 对对对对 说太对了 所以啊 就在这盛名之下 有些人呢 是名副其实 比如说 约河大侠 可有的人呢 就是 其实难复啊 其实难复 有道理 说得好 别走啊 坐下 坐我下 你就不想听听 云河大侠 是怎么行侠仗义的吗 我很忙 没空听你这个 小丫头骗走这个故事 没事干了是不是啊 走啊 走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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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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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去确认一下 大嫂 晓阳城昨天晚上干嘛了 在房间里喝酒 喝酒 晓二 昨天晚上那个房间的人 在干什么呀 您说的这位爷 昨晚在屋里喝了一整宿的酒 谢谢啊 没事 这店里的存酒啊 昨日一晚上 都被那官人给包园了 我们是送了一趟又一趟 对对对 这就对了嘛 谢谢掌柜的 不客气 金雄 所以他就是镇南王的四公子 也是我爹的学生 结果害得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赵公子 是镇南王的四公子 你爹的学生 他还是受你爹之托 带你回去的 这么说 你是担心受罚 才叫我们拦着他的 抱歉啊 金雄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还会害得你们被官府扣起来 是啊 谁能想得到啊 我们堂堂 我们堂堂金公子 几乎因为这种理由 追着别人家满大街的去碰� 好巧不巧 碰瓷到王爷家的公子身上 你哪怕跟我们说也好啊 我哪知道你们 会用那种方法拦他 少爷 他还说你方法不对 我没有 行了 莱舍 人家容姑娘也是一时紧急 人之常情 好巧不巧 碰瓷到王爷家的公子身上 你哪怕跟我们说也好啊 我哪知道 你们会用那种方法拦他 少爷 他还说你方法不对 我没有 行了 莱舍 人家容姑娘 也是一时紧急 人之常情 金雄 你真的是高风亮节 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要不 我给你讲讲云和大侠的故事 全当赔罪吧 我们公子 云和大侠的书都能倒背如流 还用你去讲 不是 昨天晚上云和大侠突然出现 把我从黑龙帮爪牙里面 救出来的事情 你们还不知道吧 你是说 昨日云和大侠出现了 对啊 还给了我一个信物呢 等一下 你们看 就这破铃铛 他是不是还告诉你说 只要一摇铃铛 他就会出现 嗯 对啊 那你摇啊 我看他出不出来 来 这 你别闹了 让容姑娘把话收完 容姑娘 愿闻吉祥 好 昨天晚上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呢跟小枫 准备了一堆 云和大侠曾经用过的东西 码头上 到底怎么回事 啊 啊 啊 那个 是 是那个号称 云和大侠的人 搅得绝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 他 他 他知道 海市总把头的事 而且 他还知道 那半张藏宝图 在 咱们手里 难道说 那半张宝图 在他手上 你赶紧去查一下 这个云和大侠 到底是什么人 是 金兄别送了嘛 多谢容姑娘 分享云和大侠一事 生动至极 在下真的十分感激 别这么客气嘛 主要呢 今天我也实在是没准备什么 要不这样 改天我准备一壶好酒 再来向你赔罪 好啊 那么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就这么定了 好 我回去啦 嗯 来生啊 容姑娘他们 有说他们今天要去哪儿吗 嗨 谁知道他们搞什么鬼 门口挂个闭关的牌子 小回就守在门口 我 我家小姐 不去等会 哪儿也不去 谁 谁也不想见 就 就想一个人在这儿 好了 来生 这样也好 咱们 也该忙咱们的事了 嗯 好 咱们 破例子 上啊 为什么又是我 对付他你比我好使啊 不去 快点 你比我有魅力啊 你 保护吧 这 你饿吗 带你吃饭去 那要不 我们逛街去吧 行不行 你不能待在这儿 你跟我媳妇待一会儿 行不行 你不听话是不是 看你别给我毒醋喽 大佑 怎么办呢 大哥 是让你把他红皱没让你把他打晕哪 我 我没用 我没用 我都没碰到他自己晕哪 想办法呀 云鹤大侠 强丑 我和你弄了一桌的菜 原来是等云鹤大侠月孝优惠啊 这不是跟你吃的你放下 放下 你还真以为他会来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我好听提醒你一下嘛 要我说啊 你可能是腰都不够响 狂死我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秦少丑 我要杀了你 你让我出来 我怎么说呀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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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慧的 他晕倒了 老大 是你让我去找小慧的 现在出了事 你可不能不管吧 哎 别死了 老大 什么事 大佑 现在怎么办 你自己问题 自己解决 老大不仗义 你也不仗义 秦少丑 你又搞什么鬼 我 秦少丑 快起来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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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告诉秦少丑 再来我这里捣乱的话 杀无赦 慢点 慢点小魂 我都说 Sarah 我需要前途 你并且 我没给他 那么多 我 aquí 我 Me 帮你和我 你都不住吗 怎么就不是个事啊 她是天处高国大门的嫡女 又跟王子王孙沾亲带过 中间隔着家世国事 这也太麻烦了 容姑娘 她古道热肠 心地纯彻 绝不是那种世俗眼光定义的 凡尘语词 既然少爷 你这么有把握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身份 告诉她 再等等吧 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 我自然会亲口告诉她 既然少爷已经下定决心 那我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只能助少爷心想事成 草日报得 美人归咯 行了 我的事不需要你操心 赶紧准备准备 咱们还有正事要办 是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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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别吵 我都没睡呦 我昨天晚上睡了 半夜我都没睡的 外面都传遍了 余鹤大侠 昨天晚上去等饰了 余鹤大侠 什么 不是 我昨天为什么要在房间里发丧啊 这个草灯啊 是不是很好看 哇塞 真的是云鹤大侠 小姑娘 嗯 你见过云鹤大侠了 我没看见 可是我爹说 昨天云鹤大侠救人的时候 打翻了花灯 火星子见到手上 还有呢 我爹还说 他差点成了考贺 考贺你知道吗 考贺 云鹤大侠 看见了 那天 他忽然从我身边走过 哇 真的好羞洒 是吧 是吧 就是 他的发型有点乱 发型 头发上 好像一股子糊味 糊味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呢 好吧 鱼鹤大侠 看见了 当然看见了 姑娘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因为看见了 云鹤大侠火中救人的身姿 我才有感而发 捏造了一款尼儿 啊 瞧瞧 云鹤大侠身披火焰 不是 一路上那是火花带上夜 这个 他救人的时候 风梯多帅啊 你看这造型 哎 姑娘 哎 怎么走啊 这么贵的客栈 连天衣服都洗不干净 你看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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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印子 这怎么穿啊 赶紧拿去把它洗掉 是是是 小的这就去 哎 哎 小二 哎 姑娘 刚刚怎么了 也不知道昨日金公子 从哪儿沾了些猪油 我都洗半天了 可他还嫌洗不干净 哦 加油啊 小的先告退了 嗯 猪油 金雄 仁姑娘 三十年的沉酿 仁姑娘 可真是银而有幸啊 那是自然 嗯 你不说 别说自己喜欢情啊 你功夫怎么这么差劲啊 谁说信仰张义只能靠功夫 莫非他在刻意隐瞒 不行 我再想想办法 他在刻意隐藏武功 难道他在刻意隐藏武功 不行 尖修 尖修 隐藏武功室 好巧啊 你 你也在 真巧啊 过不得昨天晚上 我摇铃铛的时候你没出现 原来是去行下仗义了呀 那我原谅你了 但是渝和大象 不不不不 金雄 你放心 你发声 我发声 我绝对不会把你的事情往外说的 我嘴巴很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金雄 这是店里最贵的包子 给你吃 我帮我擦的 没事 没事 那我帮你擦吧 不要 不要 那我给你扇扇风 我 你干吗呀 这金公子身子金贵啊 你这力气太小 我力气大啊 谁要你杀啊 走开 滚 我这伺候金公子 谁要伺候了 滚一边去 干 你干吗呀 扇子都撕烂了 你这 把金公子的扇子 都给弄破 我说你这个人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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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这生涯 对不起 好 商城哥哥 商城哥哥 请商城 卢妹妹 元明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们 那个 这不是 对对对对 这里太吵了 我们去屋里说 走走走走走 请屋里说 请屋里说 好 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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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子谁啊 那小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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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的 义凶 什么 你疯了吧你 对不起 对不起 看不到我们帅一个弄的 来生 我衣服脏了 我们走吧 过分 这姓金的还没走 又来了一个义凶 坐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元明哥哥 你喝口水吧 说吧 楼下那些人 到底怎么回事 那些都是江湖朋友 江湖朋友 所以 那天是你让他碰瓷我的 元明哥哥 那件事是我办的不对 要不 你就大人不计 吓人过 把这件事忘了吧 翻片吧 翻片没问题 但是你觉得 躲得过初一 躲得过十五吗 躲不过躲不过 既然我已经找到你了 我就必须给你爹一个交代 走 跟我回去 你别急啊 元明哥哥 你先坐下 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呢 你坐下嘛 坐下呀 元明哥哥 其实呢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你看 就这么小 元明哥哥 你是我爹最喜欢的学生 别的我不求你 我就求你再帮我拖延两天时间 就两天 行吗 就两天 元明哥哥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天哪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天哪 为何啊 其实呢 是为了 云鹤大侠 云鹤 就是那个 最近在外面传言他 我们两个 已经见过面了 你跟他怎么了 还是他怎么你了 你想什么呢 就是 前两天他救了我一回 然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如果等我回去了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就想用这两天时间 跟他好好告个别 就这样 行吧 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啊 你除恶阳善 除强服务是好事 但是你一个女孩家 整天在江湖上打打杀杀的 这 是是是是 元明哥哥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我都记住了 你这些话听到我耳朵都要起剪子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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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忙我自己去找你报道 好不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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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了 mom 月明哥哥 月明哥哥 我们快走吧 走啊 你走走走走 走 走吧 拜拜 那小子 真是你的青梅竹马 跟你无关 那你又去哪儿 无可奉告 不是 我 道住 我姐姐的心思不在你这儿 你再怎么转也没有用 你还是 有点自知名吧 金雄 金雄 你在吗 金雄 我真喜欢看小孩 金雄 看样子 我现在必须得跟圆明哥哥回去了 肯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再出来了 所以 你 能来看我吗 哎 如果要是再也见不到云和大侠 哎 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 怎么了 任巫女 嗯 我知道你非常崇拜云和大侠 哎 哎 但你能理解吗 我是我 云和大侠 是云和大侠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两个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呃 你的意思是 我懂了 你是怕我因为云和的虚名忽略了你吗 我不是 放心 我仰慕的是云和的为人 不是他的虚名 所以只要是成奸除恶 切下仗义 无论你是金雄还是云和 都是我的我相 容姑娘 可真是率真通透 在下如此 反倒写得有些促暇了 没有 这样好了 你先回家 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 我定会来找你 把一切说明白 真的 那一言为定 这么久 嘀嘀咕咕的都聊些什么呢 真是 这臭丫头不会真的喜欢那个兔崽子吧 走吧 好 不 小慧 小慧 在房间带好 千万别出去 小姐 小姐 花柔 他们是冲我来的 你别管 冲他就是冲我来 这事我管定了 小 小雯 站住 我们追哪个 大人是跑出去那个 跪动 放箭 夫人莫怕 护花使者在此 把她抬起 少爷 少爷你没事吧 我去拿精通药 慢点 慢点 行了 行了 一点小伤治愈的 再磨叽天都亮了 你看 还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了 行了 人都死了 费什么话 说下去 姓金呢 不 云鹤大侠 这黑龙帮的人为何要抓你 你应该知道点吧 少爷 其实 我并非云鹤大侠 顶替大侠之名 时又不得已苦衷 还请各位尽量 你 不是银河 对啊 他不是 其实在你来之前呢 真正的云鹤大侠已经出现过了 而且还仗义出手 救了我们 不对啊 我记得刚刚明明是五花仗义出手 帮你们击退了刺客 好 锦兄 你刚刚说 你冒充云鹤大侠 是有苦衷的 是 其实我是万疆人 我 我出生于万疆好族 母亲患有喘疾 身体十分不好 常年悦病在闯 痛苦万分 但如果要去除母亲的顽疾 只有以月影冬珠注药 才能治好此病 但此物非常罕见 只有在天楚国出现过 我不得不 隐形埋名 偷偷前来寻找 后来我辗转得知 此物从今 落在一个江阳大盗手上 两年前 这江阳大盗 死于云鹤大侠之手 月影冬珠 也就此销声宁静了 所以 你假冒云鹤大侠 是为了为母亲炫药 奈何 云鹤大侠 一直是神龙剑守不见鬼 直到数日前 昨天晚上 云鹤大侠突然出现了 把我从黑龙帮的爪牙里面 救出来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吧 得知云鹤大侠就在城中 得知云鹤大侠就在城中 我才决定兵兴献住 招摇过世 冒名顶天 原本想为了引正主现身 不料 却引来了杀身之火 还连累了各位 实在惭愧 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冒牌活 没劲 走了 你还要不是 是个冒牌活 你死了 这儿是个冒牌活 他也不难 不然我还不得去 你带人自己 你还要做 你带人自己 你还要做 你带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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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带人自己 你带人自己 我去打顿水 给公子洗一下伤口 剑兄 齐上成一直就是个藏盲匹夫 你千万别理会他 我不怪他 我只想知道 你是不是怪我 我只想知道